走過全世界 全藥路由最用心 一百年攸行車 帶你四處趴趴走 享受自然氣勁 欣賞建築藝術 看見精彩世界 探索歷史年輪 一百年攸行車 中價位高品質 交給你很清澈的貨物 上去大概可能十五分鐘左右 就到達那個相當於是山頂吧 相當於是 但是它就是鎖到停泊的地方 也不能說是山頂吧 走路走到搭城下山搭福氣那個地方 大概的步數是六千多 上坡下坡 就是特別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就是 上坡比較陡 下坡也陡 上次就是我們有一位客人 就是因為可能經濟發力 對 待會到那邊的時候 大家再看 然後我們沿途當中 也是會看到到不少圍景 因為我們待會出城之後呢 周邊全是大山 它那個山呢 不是說整個啊 有的是整個就是一塊石頭石壁 這樣子的 非常的熟悟狀況 待會呢也可以看一下 我們底下這條街就是 天啊 冬天的話 很多這個河水都會比較低一些 我們現在從恩斯大概車程要兩個小時 才會到恩斯大峽谷 但是沿途的風光是非常秀麗的 我們在恩斯大峽谷裡面 還是一樣會坐環保車 但是我們這邊就上山就有攬車 下山就有扶梯了 所以這裡就不會那麼辛苦 其實恩斯大峽谷 是位於長江山峽附近 那個藥 惡西蘭斯 那個師徒家族 也就是苗族的自治州 恩斯市 他的屯寶鄉 這個地方也有一個名字 就是板橋 就是在板橋的境內 也就是青江大峽谷中的一段 雖然就說恩斯大峽谷 位於長江附近 但是我們現在經過的這一條 叫做青江三點水的青 所以我們現在沿途就可以慢慢看到 青江大峽谷中的一段非常漂亮的風光 這個峽谷前場大概 108千米 他說108千米到底幾米 108千米 這個是Google上面寫的 總面積300多平方千米 他說平方千米 這個地方也就是媲美 我們美國的大峽谷 所以這個地方 很多專家都說 他比科羅拉多的大峽谷 都還要大還要漂亮 大家都在比 美國說我的大峽谷比較大 那我們恩斯大峽谷 我們中國人說 我們的恩斯大峽谷比較大 好那我們來看看 到底是大峽谷比較大 還是恩斯大峽谷比較大 美國說 我是世界最漂亮 世界七大奇景的大峽谷 但是台六說 世界最美麗的大峽谷之一 它並沒有說它是最大 所以還是美國的大峽谷大 但是這一個大峽谷 它是可以避美 美國的科羅拉多大峽谷 一樣 所以非常的壯觀 非常的漂亮 所以我們來到這邊 我們來到這邊的大峽谷 跟美國的大峽谷是不一樣的 美國的大峽谷 看不到這麼漂亮的樹 那這邊的大峽谷 就可以看到山山水水 在美國有一條科羅拉多河 那在這個地方 一樣有千丈的瀑布 一樣有非常美麗的河流 所以人家說恩斯大峽谷 除了它第一個看到的是大峽谷之外 這個峽谷中有百里結壁千丈瀑布 熬笑毒風 然後岩石森林 這就是我在說的 在美國看不到這麼好 這麼美的岩石森林 它不但有一個岩石森林 它還有岩古的存在 就是這個古早人的 古早時代的那個村寨 就是我們的村子裡面的小巨肉 所以它的景點是非常的多 美食不勝手 你們講得很好很厲害 這個是我們的夢想 我們終於來到恩斯大峽谷 我們終於來到恩斯大峽谷了 我們終於來到恩斯大峽谷了 然後一喝茶就喝茶呀 那來這個花 我的哪個天啊 現在已經八十八 現在已經八十八 我們的導遊 很可愛 非常的親切 非常的親切 把大家帶的哈哈笑 也非常的用心 很用心 好 再來談到恩斯大峽谷 不是說我這樣說而已 我們還沒有真正進到真正最美的大峽谷 恩斯大峽谷有五大奇觀 這五大奇觀 是哪五大奇觀呢 那就讓我們慢慢的來談吧 現在車子開著開著都還在大峽谷近期裡面 都還在大峽谷近期裡面 大家都說 喔 喔 怎麼這麼漂亮 喔 喔 你看 是不是 美國的大峽谷就少了一個森林 但是各有優缺點 美國的大峽谷要去 那這個恩斯大峽谷 我們也一定要來 喔 哇 哇靠 怎麼這麼漂亮 你有聽到嗎 客人在說 怎麼這麼漂亮 哇 怎麼這麼漂亮 趕快趕快趕快把它濕起來 你看 除了峽谷裡面 還有一些 點綴一些 我們的小村寨 我們看到這個 這個人在做事人 這裡 以前的做事的人 都要再住在這裡 所以 我們在中國 不管外層的地方 都會看到 人緣多麼稀少的地方 都還可以看到 這些農村的人家 農村農家的生活 中國 這真的是 太壯觀了 難怪 中國 都一直講說 他們的恩斯大峽谷 比美國的大峽谷還要漂亮 每次 每次在這裡吃 在這裡吃 我就跟他們說 兩個都漂亮 兩個都漂亮 兩個都要來 反正你兩個都要來 你就不會說誰比較漂亮 現在美國跟中國兩個都在比 美國想要加中國 中國想要加美國 美國想要成為世界最大國 中國也要成為最大國 那台灣這個小島怎麼辦呢 沒有關係 我們過我們最精緻的生活 這個就是台灣人過一個很精緻的生活 我們也不要跟你美國爭 也不要跟你中國爭 我們就過我們的生活 有時候就出來走走 看一看 我們出國 如果民官政敵 什麼都不要管 我們就好好的去打 哇 我們看到旁邊的樹 我都說 如果我不知道它叫什麼樹 這個樹應該是落葉松